好啦 小朋友做好了 我們來講這本第五集了 獨角仙第五集 獨角仙三兄弟 天生我才必有用 哎呦 三十郎 四十郎兩集 講完之後為什麼 多出一個三兄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夏天快結束的時候 土裡面有三顆小小的卵 動來動去 難道是四十郎的孩子嗎 所以獨角仙一天 一胎可以生三個 從卵裡面出現了三隻好可愛的獨角仙寶寶 什麼獨角仙寶寶 不是會變成像毛毛蟲的樣子嗎 那叫雞母蟲 那叫雞母蟲 這是雞母蟲 這三隻獨角仙寶寶 跟我現在一樣 每天都吃好多好多東西 嗯啊嗯啊嗯啊這樣吃不停 所以呢 大了好多便便 你的雞母蟲有便便嗎 沒有 它那個挖開倒出來沒有便便嗎 有 有便便 有些些 你有看到嗎 一點點 一兩顆 你確定那個是便便 不是土 確定 一兩顆 大了好多便便 噗噗噗噗 吃不停喔 大個不停喔 三隻獨角仙寶寶 一天一天的長大了 後來呢 秋天過了 冬天過了 春天也結束了 接下來呢 夏天已經在眼前囉 有一天呢 三隻獨角仙寶寶 竟然完全靜止不動了 這叫什麼 成蟲 勇化啦 勇化 成蟲 成蟲 他在勇化啊 要先勇化才能成蟲 跟我一樣現在在勇化 你跟你那個 女生那個是一樣的勇化 原來呢 他們都變成勇了喔 三隻獨角仙寶寶呢 都期待著鑽出地面的那一刻喔 這隻他說 我想爬樹 喝好多好多的樹液 這隻就說 我想要快點在空中飛翔 這隻說 我想止停停的呢 舉起的起腳 帶一隻帥氣的獨角仙 後來呢 過了幾天 過了幾天怎麼了 嘿喲嘿喲 三隻獨角仙從土裡面 鑽出來了喔 哇 好大的天空喔 五十郎 他叫五十郎 五十郎說著呢 兩隻眼睛 眨呀眨了 他叫什麼 走啦走啦 我們趕快去喝樹液喔 這是六十郎 他為什麼不是叫五一郎 要叫六十郎 為什麼 那這隻就是七十郎 對面的樹林裡 有芬芳的樹液味道 溫暖的七十郎 下溪溪的啊 突然呢 這本書有點像石兄弟 中國石兄弟的故事 哇哈哈等你們很久囉 來吧 現在要開始練習 現在要開始嚴格的訓練課程 上完所有的課 並且通過最後的考驗 才有資格成為了不起的獨角仙武士喔 他們還大中小欸 他們三個問他說 大叔你是誰啊 他說我嗎 我是獨角仙學校的校長啊 來吧 第一節課要開始囉 第一節課呢 是什麼課 書法課 我是你們的書法老師 獨角仙王羲之喔 了不起的武士呢 也要會寫毛筆字才可以喔 看好 像我這樣子呢 把毛筆綁在那個起腳上面 然後 流上了輕輕的寫寫寫寫 他們腳還不一樣 不一樣長 七十郎的起腳呢 擺動的不夠順暢 寫的呢 外起扭八了 五十郎的技巧比較短 然後就寫的比較小 六十郎呢 他的起腳呢 太長了 哎呀 字都撇到紙張的外面了 第二節 起腳建樹課 在下呢 是你們的起腳建樹老師 人稱 獨角仙一刀流 來 不要跟我客氣喔 你們就直接放馬過來喔 哇 老師馬上就把他提走了 起腳比較短的五十郎呢 兩三下就被老師甩出去了喔 哎呀 七十郎雖然很努力 可是也是一下子就被甩出去了 這什麼 起腳比較修長的六十郎 看他看他看他 老師說你的起腳建樹功夫了得喔 老師很驚訝喔 所以六十郎是怎樣 比較會打架的 他剛剛比較會寫字的是誰 好像沒有呢 沒有誰比較會寫 第三節課 音樂課 接下來呢是音樂課 我是你們的歌唱老師 獨角仙莫扎特 那麼一個一個來喔 唱你們最拿手的歌喔 請吧 首先開唱的是六十郎 獨角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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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樹都是獨角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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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角 老师就说 不要担心 你就大声的高歌一曲 老师都这么说 其实就很放心的唱 结果怎么样 杜交贤啊 又快递啊 他在天边 连唱歌 这里 哪里 这里 到处都在 结果老师怎么样 昏倒了 不要再唱了 你不要再唱了 老师快昏倒了 好难听哦 怎么这么难听 结果第四节怎么课 冷树课 我是你们的冷树老师哦 冷成 独角先很会躲 接下来我要教你们 把自己唱起来 冷树 我会冷树 你会冷树 为什么你会冷树 冷树就这样 冷者这样 都有在看人 你后推一点 你让我一直往前 好 然后呢 他说什么 独角 树身影 树身影仙角独 老师念出了这句咒语 应该是咒语 结果好难念 就会怎么样 咻咻不见了 大家都很惊讶 老师怎么不见了 哼哼 换你们来试试看哦 老师说完呢 他们就念出咒语 树身影仙角独 独角先影身树 倒过来这样 就咻咻 老师说 哦 你们三个都不及格哦 都有被发现在哪里 接下来什么课 香扑课 第五节 嘿呦 是你们的香扑老师 独角先大金刚 来吧 尽管放马过来 老师一边说呢 一边啪啪啪的呢 拍打他的腰带 这个是什么 香扑裤 香扑选手都会穿这种 定制裤 定制裤 什么是定制裤 这个就叫定制裤啊 香扑选手都会这样穿 哎呀 矮小的 娇小的六十郎 咻一声就被甩出去哦 嗨笑 七十郎也被认出去咒 嘿嘿 轮到身体结实的五十郎 他跟老师直接对碰 然后 把老师甩出去是不是 嗨笑 五十郎就把老师给举起来咒 所以五十郎的 天生活才不有用 所以他这个很厉害 刚一个是谁很厉害 剑术是脚很长的 这个 这几十郎 那个 六十 六十 其实课程都上完了哦 他们准备在回家的路上 他六十郎很难过 五十郎你真厉害 竟然把老师都举起来了哦 太令人惊讶了 六十郎一说完呢 五十郎就回应他 六十郎 你的起脚剑术快如风 也很厉害啊 一旁七十郎很垂头上七 我好羡慕你们两个哦 你们两个都好厉害 从那天开始呢 他们三个都很努力的学习练功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哦 有一天呢 哦好丑的字哦 看我的 潮行虫坏坏坏坏三人组 竟然用脚踩他七十郎的纸耶 叫他们生气哦 嘿 你们在做什么 他大声赤后 赤赤之后呢 五十郎跟六十郎准备要扑过去哦 可是 可是什么 七十郎挡在他们前面 不可以啦 五十郎六十郎 不要跟他们吵架啦 结果潮行虫就故意 嗯嗯嗯嗯嗯 把那张纸呢怎么样 踩得更破烂哦 五十郎就说 你竟然把七十郎的纸 踩成这样子 七十郎你让开 看我把他们都摔飞出去 六十郎说 不让我来 用我的起脚 把他们 搓得坑坑洞洞哦 他们两个就怎么样 准备 要扑向眼前的敲行虫 这个时候呢 哎呀 头好痛 头好痛 嘴 七十郎在唱歌哦 独角弦 咦呀哟快笛 咦呀咦呀哟 七十郎大声的唱歌 结果大家听得怎么样 全部都东倒西歪哦 他们就说 别唱了 头好晕哦 拜托你 七十郎到此为止就好 小行虫 说完手一声 迅速的呢 拿掉了头盔 哦 是谁 小行虫也可以拿掉头盔哦 哦 是老师啦 当当 校长 莫扎特老师 还有一刀流老师 怎么会这样子 七十郎问哦 校长就说 哈 这是你们最后一场考试了 然后 老师就说什么 七十郎 你还真沉得住气哦 成功的呢 阻止两位哥哥哦 重要的 不是打架打赢哦 而是具备 不随便打架的勇气 还有五十郎六十郎 你们有同理心哦 懂得爱护七十郎 这个也很重要哦 你们三个呢 都是了不起的 独家仙 五十 要考验这三个弟子啊 看看他们没有 变好人啊 有没有学习 有没有好好学习啊 就在那一天呢 三只独小鞋 踏上了旅程 校长呢 站在后方笑着 目送他们啊 他说什么 他们三个都很努力哦 他们来上这么少节课 他们就可以走了 他们上很多节啊 还有练习啊 他只是没有想说 他练习多久 搞不好跟那个探智囊一样 他在那边练了几年 好几年对不对 两三年而已哦 两三年很久 半年而已啊 哪有半年 不止啦 一两年吧 他们三个都很努力哦 真不愧是独小鞋 是十两的孩子 结果他们怎么样 斗风 肩上飘 带上斗笠 向前行 只要三只独小鞋 同心协力 没有难关过不去哦 独小鞋三修定 你们要去哪里 风儿车啊车 都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没有了 所以这故事说什么 你跟姐姐两个 要怎么样 相亲相爱 互相合作好不好 你头撇过去是什么意思 转回来 没有 我要收玩具 你要收玩具 妈妈在跟你讲重要的事情 跟我说要收玩具 阿拉库是收完了 六话话